这一题我的题目很简单 大前提就是我 每个月想要扣300030003000 500050005000每个月 就这么样定期定额 然后买稳定配息的ETF捍卫请上来 我特别帮您抓出盘面上市场当中最热门的 0056云大高股息 00713云大台湾高息地坡 00730富邦台湾优质高息 00701国泰股力精选30 00878国泰永续高股息 这五档您看周军量都很大 还有今天收盘价 看您报告 今天很多人是折价的 还可以买到便宜 但不好意思钱不多 我只能买一档 所以我要定期定额 我到底谁会比较优 我的个性比较积极 又比较充的话 来比一比 对那但这五档 其实第一个大家会发现到配息 所以到底要怎么选 他名字都相当的接近 你看高股息 古力 高息 高息 高股息 名字都一样 所以现在最流行一句话叫什么 小孩子才做选择 所以我全都要 你知道你全都要花多少钱吗 这部长都买的话 你要花11.6万 没钱 所以要精挑细选 我只有6000 对所以要精挑细选 定期定额去买 所以他们当中各具有不同的一个特色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像最乐应该是在元大高股 其实有非常多坊间的这个投资专家都说 这样这档股票 这样ETF相当的好 主要原因在说 它是用值利率跟流动性 当作选股的一个标的 所以你看到 它的总档数大概是30档 然后配息 30档 对30档 然后里面是用年配息的方式 成分股前三档有联勇 伟创跟瑞宜 所以它当中其实很多成分股 都是以电值比重相对是比较高一点的 那我们看第二列的部分是在于 国泰股力精选30 它一样也是30档 它主要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说 它除了值率比较高以外的话 它去精选波动度相对是比较低的 波动低 波动度低就是大阪距离震荡 它不定不定这样 这样叫波动低 对所以相对是比较安全的 也就是说大盘在震荡的时候 其实它比较不会动 所以涨的时候抗涨跌的时候也抗跌 对了 但优势在于说 它值率可能相对是比较高 所以你看到 它一样也是30档成分股 那当中有中华电 中信金 兆风金 它比较特色在于说 除了低波动以外 它金融占比大概占5成以上 所以国泰股力精选30 金融占比5成 元大高股息0056 电子占比4成 所以你看光1TF两档 这就差很大呢 对一样都是高股息 但你买错 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那另外国泰部分 比较特别是在于 它是半年做配息的动作 一年配两次 对一年配两次 那再往下看 元大的高息低波 你看到低波就知道说 它的选股逻辑 跟国泰有点类似一样 就是以最小的波动 去做一个选择 那当中它的成分股 国泰金 台湾大台肥 这三档 那但是档数的部分是最多的 它有50档的股票 所以配息的部分 它是选择年配 那因为它有50档股票 所以它产业是比较分散 也就是说你大概各行 各大产业 它大概都有一些成分股在里面 那再往下看 可以看到富邦的台湾优质高息 它是以殖利率跟流动性 跟元大高股息 其实相当的接近 但你可以看到 同样的选股逻辑 它选出来是传产比重比较高 因为它第一名是台泥 台化台塑 加起来就快到30个百分点了 所以找到答案了 观众朋友 好多人在问 元大高股息0056 跟富邦台湾优质高息00730 都是高息 都是30档 都是ETF 差在哪里呢 汉伟讲得好 请往右边看 富邦台湾优质高息 是传产占4成 元大高股息0056 是电子占4成 你爱电子就买这个 你爱全产的 抱久的就买这个 对 那大家也不要说 一样都30档 一样都高股息 为什么富邦不跟元大买一样的 主要在说 因为他们最终指数不一样的 像这是台湾指数 公司发行的指数 所以他选股的逻辑 跟元大是比较不太一样 那再来看到 这个最近最热新发行的 国泰永续高股息 他选股逻辑 跟这几档以外 就是说他们大部分都以股价 来当一个选股逻辑 他除了这个股价 值率的部分的话 他另外是严选优质的 ESG的企业 也就是这个环境 然后社会跟这个公司治理 对一个选股逻辑 因为全世界现在都在投资 这个对地球有贡献 对社会治理有帮助 然后这个企业经营 又有道德心这些等等 对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 他另外除了值率选股 他还用这个值利率 加权分配的方式 去做一个选股的权重的分布 所以可以看到像这些都有什么 持股大概九成啊 九成啊 十成啊 十趴啦 那这个国泰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大多数的股票 大概都四个百分点 到三个百分点之间 所以分散了相当的平均 所以国泰永续高股息 金融电线占比是三成哦 麻烦您盯着看 不过它的配置最不一样 它是一年配四次继配 对 继配 所以这也是会影响到 我们待会要讲 适合哪一种类型的人 去做投资的 好 第二张继续比下去了 来 对 那第二张 但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值率做一个比较 你可以看到 元大高股息的值率 还有六个百分点 那最高的是国泰股利精选 7.89个百分点 那其实这五档ETF 虽然说这个国泰的永续高股 是刚挂牌 但市场去预估它的值率 大约也有4.5个百分点以上 所以大概都是四个百分点以上 但有高有低 最高的是国泰股利精选 大概接近快到8个百分点 那但是他们刚刚讲了 它的选股逻辑 它的持股的配重都不一样 配息也有不太一样的一个方法 所以你要去投资这五档ETF 还是要留意到 它的一个特色跟它的风险 像刚刚所提到的 元大高股息可不可以买 其单可以买 但是问题在于说 因为它今年的涨幅 大概快到17个百分点 所以涨幅很高 不宜过度追高 那像刚所提到的 国泰股利精选 因为它金融比重比较高 所以走势是比较缓慢的 也就是说如果金融卖压重 这一档就有压力了 对 但因为我们现在金融股 激起很低 所以应该风险是比较低的 那未来补涨的话 也许金融股补涨 它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补涨行情 那这个元大高息低波的部分 它其实没有太大问题 但因为它的量人是比较小 所以你不要短进短出 会有加差的一个风险 那富邦优质高息的部分 刚刚所提到 因为它船产买的比重是比较高 所以它跟景气循环 有很直接的相关 所以今年如果就报酬来看的话 它相对报酬是比较不好的 那这个刚挂牌 但它因为权重分配是最平均 所以风险是最低 但相对报酬也就最低 风险低 报酬为什么会低 它一年配四次 对 但是因为它就是太分散了 就它没有不会重压哪一档股票 比方说像台积电可能大涨三成四成 我重压台积电四成 我这一档ETF就大赚 它没有台积电吧 它没有台积电 对 它每一档股票分配 就是四个百分点 三个百分点 所以就算当中一档股票涨了一倍 对它整个这个基金的净值的贡献 其实也相对不太大 也就是标股腰股出现的时候 它基本上还是稳稳的 可是我今天因为是存股 地址定额 稳才好 对 稳才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讲 这些特色之后 最后跟大家建议 我等这个答案 来来来 请说 像刚刚讲的元大高股 小哥哥大哥要听仔细了 中老年人 对 请说 刚刚讲电子股比重高 所以它股性相对比较活泼 所以很适合积极型的年轻人 你可以就是有价差 可以做一个赚价差的动作 也适合中年人去做一个操作 但是假设它跌的时候 其实也有比较大的一个风险 那国泰这一档 鼓励精选30 比较适合保守型的老年人 跟中年人 因为它走势相对是比较趋缓的 那元大高股低波 它比较适合保守型的一个老年人 因为它的配股 也是以这种低波动的股票 所以跟大盘的联动性不是很高 那富邦优质高股的部分的话 则适合积极型的老年人 跟保守型的中年人 这样比较有争议 为什么老年人又积极型 因为它是传产比重比较高 那其实老年人对传产股的操作 是比较有概念的 所以当颈性在循环的时候 其实积极型的老年人 反而能够找到颈性循环的高低点 这样ETF就适合他们 你厉害喔 这个观点好 再来 再来 最后看到国泰永续高股息的部分 刚所提到 因为它低风险又低报酬 再来一年配四次 所以有些老年人 要靠这种所谓的股息过生活的话 每三个月就可以领一次股息 非常适合就是想要 以股养老的这种老年人 去做一个配置的动作 所以保守型的老人家 国泰永续高股息 就是我妈啦 那积极型的老人家 就是那种葵国大哥啦 所以这个你分得很不错 这要看那个个性 对 看个性 好 感谢漢伟 非常谢谢您了 请回座 哇 我跟你讲喔 这一题我放在心里面放好久 我就是要帮您做的 所以您不要担心 因为我发现到 现在很多YouTuber 会把那个ETF比一比 要比前线各位比好不好 润涵姐帮您比 比呢 今天的主重心放在 五党配息ETF 大前提就是 每个月定期定额买 三千五千两千 没关系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比了很多的面下 刚刚汉伟都说了喔 最后一张最关键 麻烦您风险还是要注意喔 您的个性是积极还是保守呢 你是中年人年轻人还是老人家呢 我告诉你喔 年轻人很多的大学生高中生 现在也在买ETF 因为他准备要出国啊 为未来结婚基金做准备啦等等等 都需要买这种配息的ETF囉 以上结论掌握到了 总之为了您的幸福 未来都是我要帮您的 接下来要帮您明天的 是葵郭大哥请上来 葵大哥 明天的台股重点呢 好的我想在这个地方喔 7月28号的爆量的长黑KO 它终究是呈现一个空头子带的结构 这个高点能不能过 真的很重要 那台积电的多头指标 它的走势能不能过这波的高点 也非常重要 留意量价的配合是否得宜 外资的进出 外资事实上是已经站在偏卖 稍微注意一下 KD已经出现背离了 那留意MHD 是否一直能维持在买方的市场 这个也非常重要 短线只能先看反弹 若不过高 会再进行修正的手势 选股重股票 轻指数是现在大盘的重点 葵葵大哥 如果明天若不过高 它的高跟它的高 都没有过 就会这样对不对 对 我认为是延长着你 葵葵大哥 您是神吗 观众朋友 我刚亏了他一下 小心喔 如果明天不过高 不过高还在破低 就像葵葵大哥说的 这个是要提醒您注意风险 你不要以为不可能 看一下今天晚上的美国股市 票空开低之后 盘下跌幅在拉大 所以明天的行情 会不会又上中下起 心里很煎熬 到底今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美国股市的跌幅再加大呢 所以今天代表的深夜新闻 感谢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